北京时间12月30日3点半 英超第20轮继续进行 切尔西主场迎战布莱顿 上半场 卢卡库打破僵局 下半场 布莱顿浪费多次机会 维尔贝克替补绝评 最终 切尔西1比1战平布莱顿 爆出了不小了冷门 第25分钟 米基詹姆斯受伤无法继续坚持 马克斯阿龙索替补登场 第28分钟 芒特开出右侧脚球 卢卡库甩开末拍的防守 投球强点破门 1-0 切尔西刚刚完成换人就完成了进球 不过 主裁判并没有第一时间指向中圈 从慢镜头回放来看 卢卡库在与莫派的纠缠中存在犯规嫌疑 但对手也有拦腰阻挡的动作 经过与VAR讨论 主裁判最终认定进球有效 不过 莫派也在这次防守中挂了彩 离良处出现了血痕 这是卢卡库时隔70天 再次为切尔西首发 也是他本赛季首次在英超连场破门 一边在战 切尔西门前风声鹤唳 先是阿龙所解为失误 比苏马远射造险 再是莫派轻松晃开空间抽射击中力主 又是布莱顿犀利反击 惊出蓝军一身冷汗 幸好后防线上有门迪和吕迪格吕刺化解威西 从数据统计来看 布莱顿下半场射门数 几乎与切尔西整场比赛的射门数相同 第91分钟 酷酷雷利亚禁区前沿搓船 维尔贝克头锤破网 1-1 布莱顿搬平比分 最终 切尔西1-1被布莱顿逼平 在利物浦之后 切尔西也开始掉链子 尽管蓝军还是凭借着一分超越利物浦 升至积分榜刺席 但却留给了曼城扩大优势的良机 乌漏偏逢连夜雨 由于里斯詹姆斯伤情未定 再加上已经赛季报销的奇尔维尔 切尔西还面临着严重的左后卫用人荒 目前只剩下马克思阿龙所一位正牌编译位 据记者斯基拉报道 切尔西正在着手与埃福顿谈谈 计划引进敌念 这位法国左后卫也明确回应 愿意在1月份加盟